第八十七集 形容枯稿 杨过心中正子难过 耳边听得马蹄声声 又有两成马吃来 两匹马一青一黄 也都是两种 但是和郭福的红马相行之下 可就差得太远了 每匹马上骑着一个少年男子 均是身穿黄衫 郭福叫道 武家哥哥 又见到这个女人了 马上少年正是武敦儒 武修文兄弟 二人一见李莫愁 他是杀死母亲的大仇人 数年来日夜不忘 岂之再此相见 登时急跌下马 各抽长剑 左右攻了上去 我也来 郭福从马鞍旁取出宝剑 下马上前驻战 李莫愁见敌人越战越多 却各个年纪甚轻 眼见两个少年一上来 就是面红耳赤 恶狠狠的情同拼命 剑法纯正 显然也是名家弟子 接着那红衣美貌的少女 也攻了上来 一出手 剑剑微颤 耀目升光 这一剑挟刺正至 暗藏极厉害的后招 功力虽浅 剑法 却甚是傲妙 她心中一灵 你是桃花岛郭家姑娘 你倒识得我 郭福一笑 刷刷连出两剑 均是刺向她胸腹之间的要害 小女孩娇横得紧 凭你这点威莫本领 竟也敢来向我狐狸 若不是记得你爹娘 就是十个人一起毙了 李莫丑举扶尘挡开 接着扶尘回转 正想要夺下郭福的长剑 突然两斜肩风声萨燃 武士兄弟两柄长剑 同时指道 他们哥俩和郭福 都是郭靖一手亲传的武艺 三个人在桃花岛上朝夕共处 练的是同样的剑法 三个人剑招配合得紧密无比 此退彼近 彼上此落 虽非什么阵法 三柄剑始将开来 居然声势也大势不弱 三人二雕连环搏击 将李莫丑围在了该心 若凭他三人真正的本事 时刻稍长 李莫丑必能伺机伤得一人 其余二人就绝难自保 但是李莫丑眼见敌方人多势众 若是一拥而上 倒是不义对敌 若是再惹得郭靖夫妇出手 更是逃不了好去 当下扶尘回卷 笑道 小娃娃们 且瞧瞧赤练仙子耍猴的手段 李莫丑 连进六招 每一招都是直指要害 逼得郭福和武士兄弟手忙脚乱 不住地跳跃避让 当真有些猴的模样 李莫丑左足独立 长笑声钟 滴溜溜一个转身 林波 去吧 他叛了咱们 这样 郭福提剑向前脊椎 武士兄弟展开轻弓 随后赶去 李莫丑将扶尘在身后 一挥一扶 潇洒自如 族下微沉不起 轻飘飘的 似是缓步而行 洪灵波则是发足急奔 郭福和武士兄弟用足了力气 却与他师徒俩愈离愈远 只有两只大雕 才比李莫愁更快 不断地飞下来搏击 武敦如眼见今日报仇无望 吹动口哨 照双雕回转 耶律奇等生怕三人有事 随后就赶来接应 见郭福等回转 当下上前行礼相见 众人都是少年新兴 三言两语就说得极为投机 耶律奇忽然想起了杨过 叫道 杨兄呢 他一个人走了 我问他去哪里 他离也不离 完颜平说着 垂下头来 神色凄鼓 耶律奇奔上一个小丘 四下料望 只见那轻衣少女和陆无双 并肩而行 走了一远 杨过 却是没有半点影踪 耶律奇茫然若失 颇感惆怅 他和杨过此次出会 联手聚敌 为时虽赞 但数次性命出入于呼吸之间 攻守配合 互相救援 那是打出来的交情 见他忽然不别而行 到死不见了一位 多年结交的良友一般 原来杨过 见武士兄弟赶到 与郭福三人合攻李莫愁 三人神情亲密 所施展的剑法 又是极为精妙 数招之间 竟将李莫愁赶跑了 他不知李莫愁 是忌惮郭靖夫妇 这才离去啊 还到三人的剑招之中 暗藏极厉害的内力 逼得他非逃不可 当日郭靖送他上中南山学艺 曾大展雄威 打败无数的权真道士 武功之高 在他小小的心灵中 留下了极深印痕 心想 郭靖教出来的弟子 武功自然圣几十倍 有了这先入为主的念头 见郭福等三人 一招寻常剑法 也以为其中必含奥妙后招 他越看越是不愤 想起幼时在桃花岛上 被武士兄弟两番殴打 郭福则在旁大叫 打得好 用力打 用力打 又想起黄荣故意不教自己武功 郭靖武功如此高强 却不肯传授 将自己送到了崇阳宫去 受一群恶道的折磨 只觉满腔怨愤 不能自已 殊不知 郭靖自将他送往崇阳宫从师之后 心中也长自记挂 和黄荣谈起 关心杨过武功进展如何 在桃花岛上日常无事 长起义要半同黄荣到中南山走走 去看望杨过 黄荣总继的杨过之父杨康 当年独守害死江南武怪 引得郭靖对自己父女视作仇人的恨事 又见杨过脚快 尝不安分 不愿多见他 靖哥哥 咱们去全真教瞧杨过 只怕那些老道友多心 说咱们疑心全真教教得不认真 要来亲自查考查考 马道长 邱道长 王道长他们 对我都亲厚的分 绝不会多心 上一辈的当然不会 但上次你独自挑了他们十来个天罡北斗阵 全真教大师面子 第三代弟子以下 未必个个都不见怀吧 郭靖仔细琢磨 觉得妻子的话十分有理 自己见了杨过 非查询他武功不可 一查之下 只怕崇阳宫中当真有人多心了 此事其后便不再提 杨过虽知郭靖对自己不错 但是也不知他有此心意啊 杨过眼见完颜平 卢无双 轻衣少女 叶绿燕四女 都是掩望自己 脸有诧异之色 李莫愁屋也骂我姑姑 你们便都信了 你们瞧不起我 那也罢了 怎敢欺视我姑姑 我此刻脸色难看 那是我欺不过五十兄弟和姑父 欺不过郭伯伯 郭伯母 你们便当我跟姑姑有了苟且 因而内心有愧吗 杨过突然发足狂奔 也不依循道路 只在荒野中乱走 此时他心神异常 直到普天之下 人都要与自己为难 却没有想自己还戴着人皮面具呢 虽然满脸度恨不平之色 完颜平等又如何瞧得见呢 平白无端的旁人又怎会笑他呢 李莫愁恶名满江湖 又是众人公敌 所说的言语谁能信了 杨过本来自西北向东南行 线下要与这些人离得越远越好 反而折返西北 他心中混乱 艳增尘势 摘下面具 只在荒山野岭间乱走 肚子积了 就摘些野果野菜果腹 越行越远 不到一个月已是形容枯稿 衣衫破烂不堪 到了一处高山丛中 他也不知这是天下五月之一的华山 但见山势险峻 就发痕往绝顶上爬去 杨过轻功虽高 但华山是天下之险呢 却也不能说上就上 待爬到半山时 天后骤寒千云低压 北风渐紧 接着天空竟飘下了一片片的雪花 他心中烦恼 尽力折磨自己 并不找地方避雪 风雪越大 越是在蝉崖峨壁处行走 行到天色向晚 雪下的一发大了 足底溜滑 道路更是难于辨认 若是踏一个空 势必掉在万刃深谷中 跌得粉身碎骨 他也不在乎 将自己的性命 瞧得极是轻贱 仍是昂首直上 又走了一阵 呼听身后发出了 极轻的痴痴之声 似是有什么野兽 在雪中行走 杨过立即转身 只见后面一个人影晃动 跃入了山谷 杨过大惊 忙奔过去 向谷中张望 只见一个人伸出 三根手指头 勾在石上 身子却是凌空 杨过见他 以三指之力支持全身 平临万刃深谷 武功之高 实施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于是恭恭敬敬地 行了一礼 说道 老前辈请上来 哈哈哈哈 那人哈哈大笑 趁着山谷冥想 手指一纳 已经从山崖旁越了上来 突然立声鹤问 你是川边无丑的同党是不是 大风大雪 半夜三更 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什么 杨过被这般没来由的一骂 心中着实委屈 大风大雪 我鬼鬼祟祟的 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杨过触动心事 突然间放声大哭 想起了一生的不幸 受人倾鉴 自己敬爱之极的小龙女 却又无端怪责 决绝而去 此生多半再无相见之日 哭到伤心处 真是惆怅千节 毕生的怨愤屈辱 尽数涌上心来 那人起初见他大哭 不由得一正 听他越哭越是伤心 更是奇怪了 后来 见他竟是哭得没完没了 突然之间纵声长笑 一哭一笑 在山谷间交互撞击 直震的山上的积雪 一大块一大块的往下掉落 你笑什么 你哭什么 杨过戴要恶声相加 想起此人武功深不可测 登时将愤怒之意抑制住了 恭恭敬敬的败将下去 小人杨过 参见前辈 那人手中拿着一根竹棒 在他的手臂上轻轻一挑 杨过也不觉得有什么大力逼来 身子却不由自主的向后摔去 依这一摔之势 原该摔得爬也爬不起来 但是他练过头下脚上的蛤蟆弓 在半空顺势一个筋斗 仍是好端端的站着 这下两个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 凭杨过目前的武功 要一出手就摔着一个筋斗 虽是李莫愁邱楚姬之辈 也是万万不能的 而那人见杨过 一个倒翻筋斗之后 居然仍能稳立 也不由得另眼相看 收起之前的轻视之意 再次开口问道 你哭什么 啊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